这个时候养护君子兰 如果说想要它开花多 不夹建 赶紧给它用上这种催花肥 这种催花肥呢 就是多枝的骨粉 因为骨粉里面含有大量的零岩素 可以促进君子兰花芽生长 促进开花 不夹建 我们这个时候给它用的话呢 只需要用一两次就给它 大概一个多月给它使用一次 而且呢 使用方法也简单 直接将它浅埋到花盆的边缘就可以 通过浇水 它就会慢慢的溶解 慢慢的分解给君子兰吸收 就可以满足君子兰的大胃口 避免夹建不开花的问题 除了给它使用开花粉之外呢 我们还要配合养护方法 比如说白天尽可能的给它暖一点 晚上尽可能的给它冷一点 加大温差 这样的话呢 有利于它长花芽 同时浇水不要过度 一定要适当地控水 控水的话呢 不容易烂根 也更容易让它促进花芽生长 好了 这就是这一段时间 养护君子兰需要注意的问题 我们下期见